请问接下来咱们要哪扇门 三完了一 最后那个人从中间出来 那这感觉都辉煌了 是不是 一 一 一号是吧 感觉都辉煌 请提问 第一个问题 男的女的 他要想半天吗 男士 请狄生大哥提出第二个问题 我们是同位吗 又来了 十位 有点创意没有啊 实惠最重要 是 哇 是 下边就不好问了 你问是不是音乐学院的 他学无止境的 学习不牙 不一定是唱歌的啊 哥 您可想清楚 要大一点范围 先算算男朋友啊 先列出几个人来 大花叫火峰 亚洲最大双眼皮 姜涛 咱还得拆两个不是唱歌的 他们剧组绝对不会 把问题弄那么简单 一号门的这位先生 您会编曲吗 太聪明了 不是作曲啊 作曲的话 这个作词的也会作曲 您会编曲吗 指导编曲的 这指导俩字 这就出来了啊 你平时戴眼镜吗 哇 这个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敌生大哥太厉害 太聪明了 我只是通常啊 通常啊 不是说睡觉的 呦 呦 呦 这个他就玩赖了吧 那不会是假 玩赖了 这个就是戴与不戴 哦 你说的是郭峰老师吧 他睡觉的时候 他肯定不戴啊 郭峰老师睡觉都戴 我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采访他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张照片 说他躺着睡觉都戴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他摘眼镜的样子 在他的 你看我有一次在 郭峰的这个办公室 朱华也在 他什么时候戴的戴的眼镜 在房间里也戴着 好 第五个问题 咱们两个人 一起创作的知心爱人 对不对 他要不是那就是郭峰啊 他要说是就假定了 我 没合作过知心爱人 郭峰 猜了啊 确认吗 确认吗 确认 到底我们的嘉宾是谁呢 是不是郭峰呢 三 二 一 掌声邀请一号们嘉宾 你跟他们来说对的 贾丁 贾丁 著名词作家代表作品 执心爱人 二十年后再相会 第一次 作弊 第一次见你不诚实 咱俩合作过 知心爱人吗 这个题 你要是说没合作 讲究 不是作弊 真正意义上的讲叫互补 鼻声打的底 我在上头进行了一些润色 就是如果你要是标准的说 你帮我润色过 知心爱人这首歌吗 那就合作 那叫合作 多谦虚啊 主创还是你 贾老师贡献最大的是 把那名字 那个题目 改了一下 知心爱人吗 是吧 原来叫什么呀 原来叫爱你的人 这个很重要 你看看 这个知心爱人 还是要比爱你的人舒服的多 首先音乐非常打动我 对 他的这个原作写的也非常的感情 非常的至深 后来我说 但是我说 能不能你们两个人的一个最新的搭档 我们为这个社会创作创造 创制一个新的词 一个名词 后来他说那怎么着 后来我想了想 叫知心爱人 这个词实际上在这个词典里头 词海里头你是见不到这个词汇的 对对对对 这个词语纯粹是属于是 愣给造出来的 对 贾老师原创 愣给造出来的 现在呢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家庭间 夫妻间 对啊 对一个现在大家的一个通用名词 对 对真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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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